行政院环保署将每年10月25日定为清洁队员节 县府环保局日前特地为全县清洁队员们举办环保技艺竞赛 环保局长方信雄也表示明年将编列预算 制作清洁队员工作服及加强安全装备 以提升队员执勤的安全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10月25号的前后半 然后也就是给他们一些犒赏给他们一些鼓励 那未来我们会对所有前线的清洁队员的工作服 可能在明年初会全部有一套完整的 就统一的一个制服 跟所谓的一些安全的装备 加强他们的安全跟他们的一些服装的统一性 环保记忆竞赛总共有四项 在县议员烂雁雪吹响哨音后 各队接力比赛 展现团队默契 气氛欢乐 南投线13乡镇总共有9支队伍参与 我想透过趣味竞赛让我们的清洁队员 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尽情的发挥 我们知道说做清洁队员是我们的环保精英 环保英雄 除了要好的体力才能够落实在我们基层 做我们环境美化的一个工作 也谢谢我们环保局这么的精心设计 透过趣味竞赛的平台增进彼此的友谊 还有我们的工作的一个交流 让我们的未来在环保落实 环保环境的维吾之上能够做得更尽善尽美 各清洁队员都卯足尽 争取佳机 也感谢环保局安排活动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 能够参加趣味竞赛 联络彼此感情 县府环保局利用清洁队员节办理竞赛 亦感谢环保英雄们 维护社区环境的努力 借此联谊 也在明年将编列预算 提升队员执勤的安全 照顾辛苦的环保英雄们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我记得明天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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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